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由2019年8月开始 中国有一个新的息口参考机制 人民银行改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简称LPR 取代原先由银行离定的贷款基准利率 成为银行新贷款利率的参考 LPR是指金融机构提供给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 其他贷款利率会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状况 抵押品、借款期等因素 以LPR为基础 上下浮动最终放款利率 今次利率改革主要有四大重点 首先最重要的是 LPR会和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利利率挂钩 因此中期借贷便利利利率 日后的指标性会大大提高 其次能够参与利率报价的银行数目 亦由10间扩大到18间 提高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代表性 第三,新的报价频率 由原先的每日报价 改为每个月报价一次 第四,LPR的利率品种 由原先只有一年期 增加多一个五年期的利率指标 提高了长期贷款 特别是按揭贷款利率的透平度 总结而言 内地新的利率机制 有四个主要改革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 LPR和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利利率挂钩 日后初科要特别关注 人行最新的一年期 中期借贷便利利利率 以掌握国内货币政策的宋银